贊成交通部目前新建規劃的居民 不害怕隧道施工的安全問題 希望隧道能夠如期完成 不過這樣的聲音在會議上 讓反對的居民怒斥 準備 你先立開城 好了 我知道 你意思 知道 你意思 還有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好不容易環餅通過 那我們村民也一直贊同說 希望趕快把他完工 但是有些部分人 就是有他的反對的聲浪 反對聲浪 但是其實這個案子 在99年就已經定案了 99年那個案子 你有問題的時候 還沒有發包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提出改道 或者說來協商 很多人講說 這個我們山上會怎麼樣 因為經驗60年幾乎沒有 也不會因為石頭印 它的造成就是風化石的 也會剝落而已 那是風化石的也會剝落 那不能怪罪於說 因為我們不相信專家 要相信誰呢 持反對意見的居民 對於持贊成意見的居民回應 是因為隧道不是蓋在自己家門前 不會有立即的危險 也認為說明會當中交通部的答案 不能解決居民的疑慮 一個部落來講 哪一個人受苦受呢 我們一旦也是為他憂傷才對 你怎麼可以在那裡 好像很高興說 反正也不會打到我家 那我就同意你開網 因為他們就是站在他們的立場 發包了 那工程已經施工了 所以他不能就是白白浪費 他們那個主題徵收的錢 所以他也是這樣子講 我覺得我並不是很滿意他們的回答 今天你要從這邊走一條 走一條蘇花蓋這麼近的地方 我們不是反對 前面就講過 沒有再反對國家的政策重大工程 絕對不反對 但是請你們讓我們安心的 世世代代 讓我們的孩子子子孫孫住在這裡 蘇花蓋公路五塔隧道到底見與不見 五塔村民與交通部4月10號召開 施工說明會結束後 興建工程持續停擺 會議中贊成與反對的聲浪不斷 有人贊成現階段發包的規劃路線 也有居民持反對意見 五塔部落居民的共識 還有需要再討論的空間 記者